成功摩梯,令财富进阶的十七条魔力法则 第十五章,成功第十五阶,宽容 狭隘是无知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它源于对知识的匮乏 知识原博,见多识广的人通常都不会很狭隘 因为他们知道这世上无人有权利去评判他人 无知有很多种形式,而对人对视不够宽容 心胸过于狭隘是其中后果最严重的一种 几乎所有战争的爆发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所谓的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误解,通常就是彼此间不够宽容的产物 如果自身不具备宽容忍耐的行为习惯 那么任何人都无法做到遵守正确的思考这一成功法则 因为狭隘与冲动,会让这个人在一打开知识 这本大书的时候,就恨不得在封面上写下月壁 我什么都知道 这句内心独白 作为最具破坏性的性格形式之一 狭隘来源于宗教和对种族差异的看法 我们现在所知的文明 数千年来一直被人类的狭隘深深伤害 而这些伤害大多数都有着宗教性质 美国是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 我们也是地球上最国际化的国民 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 信仰的宗教也各不相同 我们与有着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和平共处 彼此都是邻居 而我们是做一对好邻居还是坏邻居 这取决于我们彼此的宽容程度 狭隘是无知的结果 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 它源于对知识的匮乏 知识原博 见多识广的人通常都不会很狭隘 因为他们知道这世上无人有权利去评判他人 通过我们继承下来的社会意识遗产 我们所处的环境 以及我们所接受的早期宗教教育 个人的宗教思想得以形成 我们的老师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对此事有一定认识的话 相信我们就不会轻易受到教义的影响 觉得我们所信仰的宗教 就一定占据着真理的一角 而其他与我们有着不同 宗教信仰的人通通都是错误的 至于一个人为什么要宽容 理由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就是他能使人变得冷静 理智 他能将人引到通往事实真相的方向上去 而这一点 反过来能帮助人进行正确的思考 无论是后天还是先天形成的 那些心胸狭隘 不知宽容为何物的人永远 也无法成为一个能做到正确的思考的人 这也就是 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狭隘心理的理由 对于自己有着不同想法 宗教信仰 政治意见 以及种族认识的人 宽容以待 也许并不是你应尽的义务 但它可以是你的特权 是否要宽以待人 你不需要获得别人的许可 这完全是你 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去把控的事 因此 它是你的选择 所赋予你的权利 是你的特权 狭隘于我们在自信法则中提到的 六种基本恐惧密切相关 同时它也可以提供 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明 那就是 思想狭隘一般来说 就是恐惧或无知的结果 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当一个人 假设这人是个宽容的人 发现你被别人在背后 说成一个内心狭隘的人的话 那么他可以简单又迅速地 将你归类为一个恐惧和迷信思想的受害者 或者更糟糕的事 他会觉得 你是个无知的人 狭隘能用至少一千种方法 帮你把机会之门重重关闭 同时也会让你永远无法被智慧之光普照 当你能够做到正是事实真相 对任何一个话题都不轻易发表意见 坚信还有更多的真理 等着人们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能说 你已经在践行宽容法则了 如果你能将这个行为习惯一直坚持下来的话 那么很快 你就会发现自己快要成为一个思想者了 并且在你所在的行业 面对时不时涌现出来的各类问题 你已经具备能够妥善解决他们的能力了 成功摩梯令财富进阶的17条魔力法则 第15章 完 请到影片下方继续观看其他章节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按赞 以及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